我们经常看到抄袭的事儿 剧本抄袭 动画片抄袭 歌曲抄袭 小说抄袭 艺术作品抄袭 包括自媒体节目创意的抄袭 每次遇到这种事儿 如果举证靠谱 有实锤 那么舆论必将是对抄袭者口诛笔伐 抄袭者就算是道歉了 可能也得不到原谅 这个帽子是一辈子就扣上了 当然也有法院判了 不服 并且还混得风生水起的流氓 但是大流氓就是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那种 我承认 但是我把这事儿当于笑话讲 行为艺术 作为一个摄影师 一个创作者 我有时候特别无奈 在国内抄袭的成本太低了 而惩罚至少对于已经成立的一些人来讲 那点罚款 说实在的 对他们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网民几天的疾风暴雨一过 只要他公关做的还不算太差 依然可以活得很好 那么 抄袭为什么让人反感 深恶痛绝 无非是抄袭者 亵渎了其他创作者创意的同时 也侮辱了观众的智商 可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关注摄影艺术的话 你似乎很难发现摄影抄袭的新闻 或者说就算有这样的新闻 也掀不起什么波澜 那么我组了一个局 邀请了B站 我很尊重的三位UP主和一个朋友 我们五个人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就是摄影到底有没有抄袭一说 如果有抄袭 那么摄影的抄袭应该如何界定 来填补B站这方面的知识空白 这期节目时间长干货多 请大家做好笔地 然后现在就可以三连了 前不久我看到一篇公公号的文章 就是关于中国著名已故摄影艺术家 任航抄袭国外多名摄影师作品的事 这篇文章中也没有什么文字 来阐述作者的观点 只是放了一些对比图 非常的简单粗暴 其实在任航生前到死后 类似这种关于他抄袭的论件 就没停过 属于老生长谈了 我作为一个在日本进修摄影 并且对摄影史和相关法律 略有研究的一个职业摄影师来说 看到这种文章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我不做有罪推论 他们是什么居心 为什么这么多年如此乐此不疲的 去来回炒作这件事 单从讨论别人身后事来讲 就是对死者本来就有点不尊重 尤其是对一个已经过去的中国艺术家 而且还是传达了 任航抄袭的这种信息 那么对于任航的作品 我请来了B站摄影区的UP主心里 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都买过任航的很多画册 并且算是研究过任航作品的人 对于任航作品是否抄袭 请他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点 有请心力 那么这篇文章我也是看过的 我只能说 如果你没有整本任航画册全部看完 你会被他一波带走 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里面其中的几张 真的是太像了 简直就是山寨 但是当你看完了整本画册之后 尤其是你读了他的个人的作者阐述 我一直强调 去看一个当代摄影作品 你必须要先从他的个人阐述开始 你读了他的个人阐述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着重点在于 唤醒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感知 其实我们有时候 对于我们身上的某些器官 是非常羞愧的 这个很正常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伦理 所以我们非常羞于去观察 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 但这些部位实际上是特别重要的 它有很多的 比如说繁衍的功能 所以人行发现这一点 他在很多的作品当中的强调凸显 我们可能看上去觉得不堪入目或者怎么样 但他会让很多人 愿意看下去的人 愿意耐心地看下去的人 发现这是我们不敢面对的东西 从而是不是我们的某一些自由意志被唤醒了 这个是他的一个作者阐述当中表述的 他的作品的重点 他的个人阐述才是他的思想宝贵的地方 他作品感人的地方 那么他大量的照片也论证了他的观念 那么如果你没有看完这个画册 你真的会被带走 这就牵涉到了一个我经常说的后真相的一个概念 那么后真相的概念在2016年成为牛津字典选出的最火的一个词汇 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或者是多个同样真实的事实 但是你的切入角度不同 会导致大家最后下的结论不一样 举个例子 在一战的时候 事实A 他说有很多女性因此有了投票权 更多的国家获得了民主机制 然后很多士兵他变得有更多好的伙食 营养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对吧 这个就业率也大提高 可是从另外一个真相来看 实际上死了150万人 那么你更愿意相信哪一个呢 从不同的这个报道的切入点 你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切入点进去操弄之后 可能会觉得一战其实也挺好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哇死了那么多人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后真相的概念 真相是什么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的舆论会把你带去哪里 那么回到这篇文章上来说 他的所有的这个观点以及他选出来的图片 都是真相 都是人行拍的 都是有很厚重的这个借鉴的影子 可是呢 他也同时遗漏了更多人行创作出来的作品 他只讲了某一部分的事实 就像这个碎片镜子一样 对吧 你总觉得看到了很多 实际上是管中溃报 有可能是因为人行他也觉得 这个某个部位这样摆放 他觉得挺美的 一拍拍完之后 英雄所见猎童 你用一只狼抱在这里 我觉得抱两只猫挺可爱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沟通 或者没有看过 事先看过 但他就是觉得这么 这样放很有趣 那这是一个巧合 对有可能 所以后真相就开始了 就是我也觉得这么美 你也觉得这么美 很正常嘛 对不对 你觉得摄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的照片很好看 你天赋上也觉得 这样的照片很好看 我们搞不好拍了一个 一样的构图呢 有可能是巧合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后真相就在影响我们 在看待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要另批西进去 想这个问题 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谁借鉴了谁 然后根本就没有抄袭他 就是拍的一个非常巧合 这实际上巧合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篇文章上 它的切入点就很有意思了 那有心人 这位写文章的有心人 把它收集在一起 它看上去两张照片是形式上非常相似 可是它其实在使用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漏洞 就可以完全制造出另外一个好像是真相的东西 去误导很多的群众 一下节奏就被带走 当然我不是说完全没可能 任航去看了他的照片之后再摆出这样的动作 有可能 但同时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他没看过 他只是英雄所见猎童 也有可能 所以这都是真相 这都有可能是真相 你愿意相信哪一种 那我更愿意去花点时间 把他整本画册 看完 理解到他到底在 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在表达什么之后 我们再来判断这件事情 就算他有很多的构图上是在借鉴某位摄影师 可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 找了又是中国的模特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自从行为上出发 他又有区别于那个摄影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元素了 因为在西方可能拍一些身体或者是拍一些身体的部位 可能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游戏在德国 比较的先锋的地方 无所谓 本来就是大家觉得是挺美的 可是你在世界的另一端 可能这就成为文化禁忌了 这很正常 他的性质 他的艺术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专业的机构 以及最专业的批评家 一评家 他是一看就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看得太多了 他熟读历史 艺术史他太懂了 他一看就知道你在借鉴某人的风格 如果人行是就这么简单被定义为抄袭的话 那为什么在西方 在亚洲 在日本 日韩 他都有很多大量的展 尤其在非常顶级的画廊展出 那些策展人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 他们看的图多了 他怎么会不知道 存在抄袭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呢 那为什么他的作品还被这样疯狂的展出 心里最后留给了我们一个反问 那么他的答案呢 刚才他自己已经表达的很明白了 那么对于摄影是否存在抄袭这个概念 在法律上又如何界定呢 第二个要出场呢 是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陈看 他是毕业于东京工艺大学写真学研究科的研究生 他也是和我一起从事互联网摄影教学机构的老师 有丰富的摄影教学经验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有请陈看 首先我觉得在日本学习摄影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在学校里关于抄袭这件事啊 反正老师是从来没有提到过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仅仅在这个艺术层面上吧 摄影是只存在模仿 且不存在抄袭的 那么在这个商业上 是有可能因为这个抄袭 而造成侵犯这个著作权的 当然日本可能和其他欧美国家有些不同 所以我想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发生在日本的 关于这个著作权的纠纷问题 第一个是这个 Hayashi Natsumi-san的这么一个 与利顿红茶的一个抄袭风波事件 这个Hayashi-san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 在网站上发表了一套叫做 Honji Tse-no-Fu 本日漂浮的这么一套摄影作品 当时在网上也是大获好评 他拍摄的是一套完全不加后期 然后让自己漂浮在日本东京 各处各地的这么一套摄影作品 后来在13年的时候 这个利顿红茶 借用了这个Hayashi-san的这么一个创意 拍摄了一套叫做 Coccolo Valley Campion的这么一套广告摄影 称之为内心漂浮运动 他的拍摄和这个Hayashi-san的拍摄 非常的相像 所以当时就在网上产生了一阵热议 有人就指责这个利顿红茶 对吧 是抄袭了Hayashi-san的这么一个创意 但是由于这个Hayashi-san本人呢 也没有出来说什么 所以说这个事情最后也没有发酵 第二个是这个废墟摄影的抄袭事件 是发生在两位这个日本职业摄影师之间的 这么一次纠纷 这个原告啊 完天祥三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 状告被告小林申一郎 侵犯了他的这个著作权 因为这个完天祥三在93年拍摄一套废墟的作品 然后这个小林申一郎在这个98年啊 也拍摄了一套同样地点的这么一套废墟作品 虽然两人采取了同一片废墟作为被摄体 但是呢 原告告了三年啊 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啊 裁判长认为啊 这两套作品虽然被摄体啊 是同一个被摄体 但是从拍摄的时间角度背景啊 以及很多的客观因素来看的话 这还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作品的啊 所以判定这个小林申一郎啊 没有造成侵权 第三个啊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事件了啊 西瓜沙人士 这是一个写进了这个教科书里的这么一个案例 啊 这是日本关于著作权啊 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大致内容呢 是这个原告K啊 在这个昭和61年的时候 拍摄了一套叫做 Mizu Mizu Sika的这么一套摄影 被这个被告外啊 以及外的会摄S摄模仿抄袭拍摄啊 并且发布到了这个 Siluet in Hokkaido的这么一本杂志上 叫做这个北海道剪影 从构图以及这个拍摄的方式来说的话呢 啊 两张照片非常非常的相似啊 但是这个被告的死不承认啊 就引起了这个裁判长的一个愤怒啊 就是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啊 原告的这个作品是他自己亲自亲力而为啊 摆放好了 切好了 放在那拍摄的 而这个被告呢 如果说没有看到原告这张作品是不可能拍出那张照片的 所以被告是一定模仿抄袭了原告的一个拍摄角度 以及摆放方式 进行了很多这个人为的操作啊 才拍出那张照片啊 所以这个最后这个法庭也认定被告有罪啊 侵犯了原告的这个著作权 要赔这个原告100万日元啊 这个2001年100万 通过这三个事件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日本啊 对于著作权这件事啊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啊 就是说他会先区分你这个照片是这个人为被摄体还是自然被摄体 那么什么叫做这个人为被摄体呢 就是啊 摄影师可控的啊 可操作的啊 比如说一次这个广告摄影中啊 模特的这个姿势啊 妆容以及这个服装对吧 假如说你对这些东西都进行了模仿啊 然后又用了这么同样的角度 同样的姿势啊 同样的这么一个快门甚至光圈啊 去拍摄 那么你是一定会造成一个这个 著作权的侵犯的啊 比如说那个哈希桑和那个利顿红茶那个事件 虽然这个利顿红茶是模仿了哈希桑的这么一个拍摄方式啊 但是不管是从模特从服装从背景对吧 然后以及这个姿势来说的话 还是有很大相同的啊 所以其实如果说哈希桑去告的话 也是不一定能告成功的 只能说这个利顿在创意上是抄袭了哈希桑 但是关于创意呢也很复杂 我们后面说 然后关于第三个那个西瓜事件的很明了 对吧 其实就是一次这个典型的摄影师创造的一个人为被设体的一个抄袭 不管是从创意上还是摄影上啊 肯定都是赤裸裸的抄袭侵权 另一个呢就是这个自然被设体啊 这个更复杂啊 这个如果你想侵犯的话就很难了啊 你要在同样和这个前人摄影师相似的时间相似的季节相似的地点相似的构图啊 以及很多很多相似的客观因素相同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造成这个侵权 就比如说那个废墟事件 对吧 我们虽然选取了同一个这个拍摄地 但我们连时间和这个背景都不同啊 所以不造成侵权啊 所以说这个其实拍摄自然被设体的时候呢 是很难造成侵权的 然后我们再说刚才说的这个创意 idea啊 这个就是日本啊 你不仅不会保护啊 他可能甚至会推崇大家共享一个创意 然后以推进这个艺术上的这么一个发展的多样性 当然了这也是日本著作权法 他设计的时候一个想法啊 就是比如说一个好的创意啊 我拍出来了啊 可能反响平平 但是一个大摄影师啊 借助我的创意 他可能拍出了一个在国际上都有很好影响的这么一套艺术作品 对吧 整个国家的文化的这么一个发展是有利的 且完全合法的 你就像这个哈西桑的一个作品啊 当时其实不仅是在日本的摄影媒体上很多日本的这个小孩们他们去模仿 然后后来其实在这个人民网的这个日本版上 然后也发表过一套这个一个北京女孩啊 模仿哈西桑的那个拍摄方式 然后漂浮在这个北京的各个这个名声古迹前 确实是对这个文化的发展啊 这种摄影艺术的发展啊 有一个比较好的推进吧 并且啊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哈西桑的那个事件了 对吧 他玩的那个重力漂浮梗 其实在很久之前啊 这个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近代摄影四大天王之一 伊夫克莱因啊 创作这个坠入深渊 对吧 就玩过了 而且啊 日本cosplay摄影师 森村泰昌啊 百分之百的这么模仿了一次 而且这不仅不侵权 还促成了这么一次啊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他和专利是一个比较相反的一个事情 想法 他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 哎 我想出了一个在空中飘着的人啊 这么一个摄影创意 从此之后 谁也不许这么拍了 对吧 那我觉得那也不可能 并且法律上也 得不到这种支持 因为这个东西也听起来也不通人情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日本的这个法律 你是在促进这个文化的发展 刺激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创作其中 但是我认为像利盾红茶 用一个摄影爱好者的创意 用到你的商业广告中 然后得不到这个保护的话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这个双刃剑 因为这样的话 会让我们这些创作者 有点 有点顾忌吧 对吧 那我这个好的创意 都被你们这些拿去挣钱了 但我自己却没有拿到收益 我告了还可能被判这个败诉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双刃剑吧 当然了 这个我们作为这个摄影创造者来说 就是别人利用我们的创意 模仿我们的创意 拍出了作品 我们心里肯定是比较憋屈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摄影师 你应该去分清楚模仿和抄袭的这么一个界限 模仿呢 能够让自己更好的理解一个艺术家的这么一个想法 在我们的脑中就是再进行一次这个思维火花的这么一次碰撞 从而升华 没准时能生化出更好的作品来 然而抄袭呢 它就是单纯的抄袭 对吧 单纯的抄一个皮囊 而你完全不去了解它的灵魂 它的内涵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就是完全的固步自封 而且你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赔一个底调 所以说啊 这个模仿与抄袭啊 就是进步和踏步 大家怎么去抉择 怎么去判断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名称 好了 咱们听完我们教育机构的陈看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日本这边关于摄影抄袭的观点 下面一位是来自北美那边的 这位朋友也是B站up主伟迈 众所周知啊 他也目前被我招入麾下 成为了我们摄影教育机构的第四名老师 所以这种大局必须得让自己人露脸 对吧 那么我们就让伟迈来分享一下 关于北美的抑郁抄袭风情 伟迈的观点比较独特 大家仔细听 有请伟迈 那我说的这都是我自己的认识啊 不一定是适合所有地区 只是我在北美这块 我待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我对这边了解的一些情况 这样吧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基本的立场 咱们说到抄袭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认为即使有抄袭这个概念 它也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它不是一个艺术上的 或者是道德上的概念 咱先说艺术概念啊 艺术上 因为艺术它的发展向来是通过借鉴模仿 继承突破 它是在这种路径上发展起来的 咱往前捋这个艺术史 不用我说咱都知道 这种大师之间的互相的借鉴 互相的 你说它是抄袭也好 你说它是农用也好 你说它是什么什么都好 反正路子都是差不多的 是吧 然后第二个是道德层面上 就是为什么我不主张 就是我们怀疑某个艺术家 是不是他的作品跟另一个艺术家相似 是不是抄袭 我不主张有这种道德上的谴责 第一就是非专业的人士 你不了解这个东西的前提下 你随大六一哄而上 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合适的 第二个就是说 尤其是像这种造舆论 一哄而上的这种局面 或者说趋势吧 它会对于创作者的这种创作空间 造成严重的挤压 就是说相对于个人的得失 整体的后果会更严重 所以这个就延伸到我的第三块了 就是法律层面上 你的作品 你认为被别人抄袭了 影响了你的这个是利益也好 是影响了你的著作权也好 是吧 好 这个东西你应该通过法律的渠道 或者是沟通的渠道来解决 法律判定它抄袭 那就是抄袭 咱们尊重法律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这总体的一个立场 我就是这样 这抄袭这个东西 它就是个法律问题 在艺术和道德领域不存在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总结 比如说你拍了一个 或者你画了一个什么作品 然后我模仿你这个 我们先不用抄袭这个词 我看过 我模仿 然后很像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你就直接告就好了 对吧 对 不是说直接告 你可以通过 首先试图通过沟通 因为据我了解 我了解到的里面的大部分 涉及到著作权 就是图像这块的东西 它是通过了停下和解达成的 很少有那种直接 就是最后就闹到法庭上 然后盼了盼去 撕来撕去的这种情况 大家很不太愿意 这样闹到法庭上 你可以认为它抄袭 咱们观众都可以有个人的看法 对吧 你觉得它是模仿也好 是抄袭也好 是借鉴也好 这是你自己的看法 但是你一旦说到抄袭这个概念 在我看来 它就是一个法律概念 你说了不算 谁说都不算 只有法院说了算 像版权 著作权这块的纠纷的话 咱们大概能够想起来的 就这么几种形式 第一就是盗图 对吧 就是某个摄影师 他把别人的作品 直接搬过来 放到自己的作品集 portfolio里面 或者说是放到自己的 其他的视频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作品中 他也不声明 这是别人的作品 所以大家肯定会默认 这是他自己做的 对吧 由此他能够获得一些利益 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类 这个从法 从利益 都是比较恶劣的行为 对吧 那另外一块 就我了解的话 在北美这块 它还有一个合理使用 就fair use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说 首先我认为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法律概念 这不是一个道德 或者艺术概念 大概吧 有两大类 一种是 涉及到公共利益的 比如说新闻发布 学术研究 教学 评论 批判 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 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做出去以后 我这个作品做出去 我使用了你的作品 但是我这个作品 是用来针对公共利益 来做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 是一个合理使用的 大概是在合理使用的 一个允许范围内 当然这个 如果一旦有纠纷 还是要法院来判定 是不是合理使用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们 可能是讨论的 有点糊涂的 越想越觉得 有他妈点糊涂的 这个模仿 致敬 挪用 还有涉嫌抄袭 那你说一下致敬吧 我感觉致敬 它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 模仿行为 对 它是一个模仿行为 但是如果它一旦 跨到了商业这个领域 比如说安妮莱布维茨 它拍过很多照片 就是 咱们就说吧 是模仿 那个前 前辈大师的一些构图 但是它是商用 对不对 它是给大片拍封面的 但是 安妮莱布维茨 会 会 它不会说藏着掖着 说就是 这个东西是 是我的原创 或者什么 它没有明确表明过 这个东西 所以说 我们 基本上 大家会默认 就是 心知肚明吧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 致敬 这个边界 特别模糊 特别模糊 你不管是 怎么拍 不管是之前 有过沟通 或者没有过沟通 也好 它最后都有可能 有一些纠纷的 一旦产生纠纷 那就法律来裁定就好了 有证据 说证据 对吧 合理使用这块 我个人认为 最重要的一个判定点 就是是不是合理使用 最重要的一个判定点 就是你是不是使用了 别人的元素 创造出新的意义来 这从艺术上 我觉得是 完全是可以这么来解释的 也就是说 顺着我自己的 这个判断的 这个点来说 常常 就是会引起争议的 就是人行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例子 它的有些照片 确实在构图上 和这个 结构的安排上 形式感上 就 跟 国外的一些摄影师 非常的相似 但是 它所反馈出来的 这个整体的意义吧 就是它的内涵的东西 跟别人是有差 就是不一样的 我宁愿这么说 它就是 它借鉴了 然后来创造出 自己新的意义来 这个就相当于 杜尚 在蒙娜丽莎 上画两片小胡子 是吧 我就把蒙娜丽莎 搬过来 然后画两片小胡子 但是这个 整个的意思 一下子就变了 所以我不认为 这是抄袭 如果 麦金利 他起诉任行 那就由法律来裁定 是不是抄袭 但是 但是我认为 在 以我对北美的 这个法律的了解 这个 这个一般是 不会成立的 一般是不会成立的 因为 我了解到的案例 基本上 进入到法庭程序上 然后 被判抄袭成立的 都是商业案例 就是一个理性的人 明眼一看 就知道是 是搬 照搬的那个东西 基本上都是 在商业广告 这个领域 像那个 19 不是 200几年 我记得 2007年左右 威廉克莱因 他就 起诉过一个 一个 一个服装公司 就使用了 他的那个构图 然后做了 服装公司的 那个广告 这个是 威廉克莱因赢了 然后被 赔了是 20万 还是多少万 而且而且 欧元好像是 还是欧元 我补充一下 而且我找到的这些 被判抄袭成立的案例 而且是商业案例 被判的都是在法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找到在这边的 因为那个北美这边 跟那个法国 就是欧洲大陆那块 它是两个不同的法系 这边是海洋法系 那边是大陆法系 大陆法 对 大陆法系是按判词条 是按法律词条来判 北美这边是判案例 因为北美这边 就是最后进入到 这种法律层面 然后被判抄袭的 又涉及到艺术 这个范畴的 几乎好像没有 基本上有 我听说 我没有听说 基本上有也是停下和解 那我口也给人赔钱 以前 对 都是停下和解 他没有最终 就是把那个案例 直接摁死在那 因为一旦案例成立 他对于艺术家的创作 这个东西是 打击是非常大的 那比如说 你说他说到商业 就是在商业上 经常这个 是比较容易被裁定的 对吧 那我举一个 咱们眼前的例子吧 也就是前几年 对吧 好像是在 17年左右吧 当时那个 咱们国内的歌手 薛之谦 对吧 发专辑 然后他那个专辑封面 整个的创意 然后到执行以后的 这个形式 构图 完全是抄袭了 当时的一个 塞尔维亚的一个摄影师 对 大概叫李卡洛 对 然后当时呢 就是网上 当然是对这个薛之谦 一片声讨 当然明星肯定就是倒霉嘛 就是把吧 对吧 薛之谦可能未必自己 知道这个东西是抄袭 因为这种情况下 可能是成片公司 那么这个话呢 我要给我们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呢 就是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你是一个小摄影师 刚开始你可能接到一个活啊 你好不容易接一个活 给一个大歌手来拍专辑封面 挺好的 然后那个封面的方案啊 idea是成片公司给你的 那肯定告诉你嘛 你照着这个给我拍 那此时的你呢 就要考验你的这个良心和这个职业素养了吧 如果你很缺这笔钱啊 那你也不在乎什么职业素养 我就是按块门的工具人 我就干这种一活 那客户让我照着这拍 我的照着这拍 那你就去拍 反正最后挨骂了 也肯定不会是你啊 但是可能你的职业 也就在这个这么一个水平了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 有话语权的摄影师 比如有的摄影师 他已经到了那个层面了 我觉得这个也不用多说 一般那样的摄影师 他也不太会去恶意的 像这个造成这个案例的这样的局面 我相信这个估计就是一个 成片公司啊 或者一个某一个出方案的人啊 出的方案 觉得这个方案不错 拿给摄影师去拍 这个摄影师张三里四 往五没有关系 谁想挣这份钱 来举着手来 对吧 那就拍了就完了 我们的观众 如果你是一个刚开始的摄影师 如果有客户拿这个 就好像剪头一样 对吧 照着这个给我剪 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但是我建议大家 不要去接这样的case 对 他对于你个人的职业生意 还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像这个事情的结果 报这么大 当时被炒的这么厉害 但行业内一定会知道 这是谁拍的 像伟卖说的 商业案例这么好 容易判定 对吧 你这个太明显了 因为你这个不跟艺术不关 因为你是卖钱的 对吧 所以你就要归在商业里面 我们自己先不要做 就是这种有明显恶意的商业抄袭的行为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就是2020年的世界新闻摄影奖 就是何赛 又出事了 这个奖老出事 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来自伊朗的女摄影师 从14年到16年 在伊朗 也就是她的家乡 拍摄了一组 名为地球的眼睛 Yulamia湖的肖王的摄影作品 但是这位女摄影师的作品 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 而另外一位来自德国的男摄影师 在2018年 就是伊朗女摄影师 发表作品的两年后 第一次来到了伊朗 找了个向导 带着她在伊朗拍摄了八个月 大概拍了有一万多张照片 然后找了其中十张 提交了今年的何赛 进行参赛 首先是提名 然后后来还得了 环境组的第二名 而且她这组照片 还不止得了何赛的一个奖项 她还参加了其他的摄影奖 但伊朗的女摄影师觉得 德国男摄影师的作品中的 场景的选择 构图色调 甚至是人物关系 和表情状态 都和自己作品非常的相似 有高度重合的嫌疑 事情曝光以后 德国的摄影师 也在网上发表了很厚的声明 以正清白 她说自己之前确实 看过伊朗女摄影师作品 但是她也看过其他摄影师的作品 而且她也确实拍了一万多张照片 她也公布了自己拍摄的 其他的照片的一些数据 她说如果你看过她自己所有的照片 你会发现她的作品和伊朗女摄影师的作品大相径庭 只不过她提交合赛的只有十张而已 然后她还提供了一些其他摄影师拍摄的照片 来证明相似之处 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拍 对吧 对准了相同的背摄体 找了一个同样的拍摄位置 所以很正常 并不是自己有意的去抄袭她 刚刚伟卖说道徒啊 就是把别人的作品拿过来 自己印划册贩卖什么的 他认为于情于理都是不对的 但是下面这位嘉宾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他的观点里 或者说在他所熟知的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观点里 根本不存在道徒这么一回事 而且对于德国摄影师和伊朗摄影师这个案例 他也有自己的观点 我请到了B站的UP主 艺术与设计师的负责人老米 从当代艺术的角度 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点 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 在艺术界经常被提到一个词叫挪用 Proporation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和抄袭有什么区别 老米这次是首次出镜录节目 第一次给了我 我很荣幸 有请艺术与设计师负责人老米 大家好 我是艺术与设计师的负责人米叔 当然在天国上面前 不能叫书 只能叫个老米就可以了 关于这次和赛的这个事情 不能按照这个先来后道来判断它的原创性 像这个女摄影师 她是在伊朗生活了很多年 这就是她本身的家乡 所以她拍的照片 都是以亲人的一个题材去拍的 但是这个德国摄影师 有点像类似于我们这种 像采风似的 像游客一样 她是花了八周的时间 请了一个导游去伊朗去拍 但是德国小伙他又说了一下 他说他拍了一万多张 我是觉得他一万张里面 挑出个十张 接近的这种感觉的这种照片 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你直接说他抄袭 我觉得也不太妥 好像我昨天在一个外网上 看他们网站网友的这种投票 三千多个人投票 最后下来每个基本上都是30%左右 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 好像也是很胶着 就是我听到合赛 或者像这种大的比赛 我总觉得还是希望 他有一点唯一性 就是当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希望有一种惊喜 就是不希望别人已经拍过类似的题材 当你发现 原来已经有个女摄影师 已经拍过这样的同一个角度 同一个画面已经来过了 缺少了一种那种兴奋感 可能是以前长期受这种唯一性 或者是原创性的这种影响 就总觉得他获奖的应该是一个 单一的独一的 就是别人不可替代的这种 这个事件本身我觉得不是 跟挪用没有关系 他只能说是 你就可以说你站在女摄影师的角度 可以说他是抄袭 但在男摄影师的角度 他说自己原创 他们只有这种抄袭和原创的那种区分 但是具体的评判标准现在还没有下来 所以我们也暂时不做这个评价 那么我就把这个概念先引到挪用上面 我昨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 就说到这个事情 他说这个事件怎么才能成为一件 成为一件挪用艺术 我们当时开了个玩笑 假如这个男摄影师 把这个女摄影师的底片搞到 他拿这个底片去参赛 并且获奖 获了奖以后拒绝领奖 并且说 我就是用了他的作品参赛的 我就是想讽刺一下 你们这种假如说发展中国家的摄影师 来参加这个比赛 可能获奖的几率就很低 但是我如果是个发达国家的一个摄影师参赛 那就很容易得奖 他如果有这种反转的话 整个行为可能会构成一个挪用艺术 但是当然这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因为不可能说你完全 对吧 但是这个里面 这个男摄影师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他是什么用过他的底片 或者是抄他的东西 他只是说我是看过他的作品 但是我跟他表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老秉 那你说到这儿吧 那你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艺术中的挪用 抄袭 还有模仿 这几个词的区别 在当代艺术中的这个区别 挪用艺术呢 它属于后现代艺术的一种手法 挪用艺术它这个概念呢 就等于说你把一个现成品 或者一个别人的作品拿过来以后 通过你自己的重组和拼贴之后 来表达你自己的一个 自己的一种观念 挪用艺术它一般选择的物品呢 都是那种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种艺术品 一个现成品或者是别人的作品 直接拿过来 因为挪有这个动作 挪拿过来以后 然后借助它原来的形式 可能会它自己会拼贴 会重组 我们观众在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会马上想到这个原作和它现在的作品的区别 马上开始思考这个作者想表达什么 听了这个解释以后 很多人就直接第一反应就会说 你这绝对是抄袭 或者是等于说偷 盗窃 甚至说是盗窃都可以 但是就是我们常人 常人站在的这个角度 是一个就像是 叫什么著作权法 或者是站在一个法律的角度 在探执这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艺术家 我们觉得画或者是照片 都是物有所主 都是谁拍的 谁画的 这很清楚 你不可以随便拿过来挪用 昨天我就想到了这个 因为昨天我看了几个 那个B站的一个视频 就是讲那个 他们是讲科普的 up主呢 他指出文字和旁白 然后呢 他拿的视频的画面 全部都是从油管上面下下来的 你知道 他的画面和这个文字是尽量贴近的 但其实也不是完全贴近 假如说他讲财经 他画面里面会挪一些那种 什么高楼大厦呀 商务人士 但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他的原创 可能也没有经过原作者的授权 但是全部都拿过来表现自己的一个科普的内容 这个这种稿件在B站全部都是原创 我现在不是说他的这个原创非原创的问题 只是说他这种行为其实和挪用艺术有点像 拿别人的东西来体现自己的意志 刚才我们挪用艺术讲了就是 我做了作品 我要让你知道我用了谁的作品 但是抄袭呢就是我用了你的作品 我就偏偏不让你们知道我用了谁的 而且抄袭的时候呢 他选的那个抄袭对象 他不会抄很有名的人 他抄都是那种18线以外的这种 而且除了你说这两点之外呢 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抄袭 他往往不太会形成自己的新的观点和的想法 而挪用呢恰恰最宝贵的地方 就是他把别人东西拿过来以后 他要通过自己的处理 来体现自己新的一种想法 要和原作有区别 所以何赛这个事情你现在在想是不是有点 大家去关注世界上这些比较重点的地区的事件 我觉得这个作为摄影师来讲 尤其作为参加何赛这种讲的摄影师来讲 很正常 只不过呢 我认为他投稿了这十张照片 恰恰都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女摄影师的作品很相似 我觉得他有点鸡贼 其实这次这个何赛的这个事情 你就感觉很像一个抄袭 他一个发达国家啊 德国人 然后他去参加比赛 感觉就好像有优势一些 然后他又自己去拍了那么多 结果一看对象是一个伊朗人的 伊朗这说不定这个什么 来网都用不上 都经常断网的地方 然后抄袭呢还有一点就是 他经常会把别人的形式拿过来之后呢 整体上他肯定不会完全一模一样 像尤其是我们绘画里面 你不可能说完全一比一 毫无一览无余的复制别人的作品 那肯定你还是要做修改 在抄袭和这个挪用 其实他们俩有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也会把对方的作品拿过来 进行改动和修改 然后呢伪装成自己的原创 那我现在想问你就是 那你看挪用 他也是把人家东西照搬过来 做一些局部的结构也好 冲组也好 那抄袭也是啊 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除了一个是我让你知道 一个是我不让你知道之外 在技术上面 我觉得这俩是没什么区别的 其实你现在说的这个问题啊 也是大部分人 就是我 尤其是我们这个社会 而且是法律 有时候很难判定的一个问题 像杰普昆斯那个作品 一串小狗 他自己在飞机场看到一张照片 明信片 明信片上面呢 有一对老人 然后抱着这么一串小狗 他觉得很有趣 他回去以后把这个作品布置了一片 然后他说我挪用了这个画面里面的这种形象 那一开始的时候 昆斯认为他自己是做的艺术 而且还卖的很贵吧 几十万的还是多少钱 一个呢小雕塑 然后最后那个照片的作者就找上门来 让他赔钱 然后去法院去判 结果法院之后就把昆斯判了败诉 昆斯之后就赔钱给别人 这个里面就提到了一个艺术家 自己对原创的界定 以及法律对原创的界定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普通人 包括我 包括我很多人在内 就基本上都认为 原创就是应该是有明确的归属 是不能够随便使用的 在没有经过他人允许的情况下 但是在挪用艺术家眼里面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创 这点很可怕 因为他们认为 一切符号都是社会历史的一个产物 只是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 遗留下来的东西 你说到这儿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摄影师斜杠艺术家 是怎么应用挪用这种艺术手法呢 比如直接拿着相机去美术馆 或者直接买一本大师的画册 翻拍他的作品 然后只做部分的改动 甚至就是零修改 然后打印出来 自己办展 或者自己出画册贩卖 来表达呢 艺术家对于媒介本身 或者说其他议题的一种思考 最有名的是 Sherry Levin翻拍 Work Evans和Edward Weston 等摄影大师的作品 直接就当成自己的作品展出 还有一个就是Richard Prince 他有一个摄影项目叫做新肖像 专门就翻拍Instagram上面的 其他人的照片 然后自己办展和出画册卖 然后这两个人都惹来了 极大的争议和法律诉讼 我一开始也很难理解这个作品 就是他自己跑了这个 他应该是买了本画册 然后直接把那个Worker 艾文斯的这个作品 翻拍了一遍 然后我就想拿这个 挪用艺术的这个概念去套 那个Worker艾文斯 这组作品呢 它是大萧条时期 美国南方农村的一种 就是真实写照吧 你可以这么说 是经典的作品 你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作品是谁的 大家都清楚 这是艾文斯 还有一点就是 挪用艺术 它也是引发我们的一种思考 我觉得它不能够 当成一个完全的主流 就是我彻底的一个 就是全部广而告知 大家都去翻拍别人的作品 那就是乱套了 这是我觉得 他们可能是引发你的思考 就像当年度上 那个他的现成品艺术 他可能是引发你的思考 然后让你有一个新的一个视角 去看这些艺术品 去看待这个图像 看待一些影像 但是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艺术家 自己他又是挪用艺术家 他又是摄影师 利用别人的图片 又毫不讲究 这样子的话 乱套了那种感觉 但是我倒是觉得 像Sherry Levin那种 去翻拍这Worker Evans 这种作品 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这真的可以 是挪用艺术 说到底 我是认为挪用艺术 和抄袭 最大的区别 是在于 你直接翻拍了别人的作品 直接拿了别人的作品 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媒介 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公布 展出 是不是体现了 自己的一种思考 一种新的思考 当然在法律上来讲 你永远 都有可能认为 这就是直接偷 或者叫侵犯版权 有这个嫌疑 但是在艺术家看来 我如果是有新的思考 有新的定义 你的照片 你的原作品 在我的艺术片里 只是一个素材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他们的正反两方 他们的诉讼焦点 都是挪用艺术家 他自己的这套作品 和原作 有没有这个形式 和概念上的这种转化 以此来界定 你这是侵犯版权 抄袭 还是挪用 但是只不过他 他翻拍之后去办展 或者自己去进化册 如果他有收益 就感觉这就有点奇怪 你知道吗 拿了这个挪用艺术的 这个作品 去售卖 去办展 然后一般是售卖 基本上都会被告上 基本上都会被告 包括安迪沃霍尔 包括这个昆斯 他们 我反正他们 我以为这些人 应该是利于不败之地的 结果发现 他们也都最后都赔钱了 而且大部分是停下和解 当年就是那帮 没有照相机的时代 画家 他们如果有这种 挪用的这种想法的话 如果他们有相机 他们一定去翻拍的 对吧 我就直接 对吧 我直接闯进那个画家的家里 把那画翻拍一遍 然后就直接说是我的作品 这是挪用艺术 对吧 只不过那时候没有相机 他咱们只能画 对吧 但是我看好多这种 大家什么 马奈啊什么 他们其实也是 有点像采集 采集画家 我原来以为 他们就是全部都是写生的 其实也不是 你像马奈 马奈不就是将那个 莱特蒙特那版画里面 那部分 对吧 帕里斯的审判 那他可以说是第一个 搞挪用的人吧 就是画家里面 后来画了那个 草地像的午餐 对吧 他不就是把帕里斯审判里边的 一部分 然后给挪出来 其实去那个时代的人 他没有相机 他要相机 他姑娘直接拍了 对吧 前面四位嘉宾的观点 仅代表嘉宾观点 他们的观点里 有一致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部分 那么抛玉影砖 我最后来个收尾 我刚才在和伪卖聊天的过程中 我也表达了我的态度 你如果恶意的在商业摄影中模仿 对你的摄影师职业生涯 没有太大的好处 而且很容易吃官司 那么咱们抛开商业摄影 我认为摄影本身 就是复制了现实世界的外观 拍到一样的东西很正常 尤其是风景摄影 街头快拍 街头即时 包括人像摄影 肖像摄影 都有可能 我认为摄影创作 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观念 一个是技法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你的灵感 你的idea 你的生活经验 世界观 价值观 性格 喜好 审美 等等个人特质的一个总和 把它构建成一个具体而完整的思想动机 这就是观念 技法就是创作者的技术水平 业务能力等等 那么技法一样 同样的构图 同样的光影 同样的物理角度等等 这根本就不存在抄袭 只有模仿 甚至在学习商业摄影 比如像镜物产品摄影的时候 老师还会让你去临摹 像美术一样 就比如怎么打光之类的 就好像永春拳 大家都学这个 那动作套路肯定是一样的 这没什么抄袭艺术 那么观念如果一样的话呢 但是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技法 这也构不成抄袭 比如A摄影师和B摄影师 都想表现同样一个主题 表达同一个观念 这完全是OK的 但是如果观念和技法都相同 除了商业摄影 有经济利益纠纷之外 我也不认为摄影有抄袭艺术 我经常收到很多观众发来的照片 他们去模仿 我拍的小刘双下巴 还有最近那张宝利来什么的 我都是非常开放的态度 我同意伪迈的一部分观点 就是是否能够告成抄袭 你要先和解 和解不了 就诉诸于法律 让法律去裁判 其他的 谁说的都不算 认定 两组看起来很相似的照片 你不要一上 就是 就想到抄袭 对吧 而是应该想想 这两组照片 在观念和技法上 有什么不同 他们分别在表达什么 对吧 尽量把他们分开来看 从他们个别中 要考虑一下 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本期节目非常的长 已经是我B站的 最长的一期节目了 在制作这期节目的 后期的时候 对我电脑都是一个 很大的考验 我能请来这几位朋友 实属也不易 感谢他们的配合 也感谢大家能够 坚持看完这期节目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儿了 恭喜你 你可真是学到了 请在公平上打上五个字 我是好学生 虽然每个人的观点 有相同有不同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讨论的一个氛围 对吧 大家可以从中 自己去分析 自己去思考 然后我是给他们几个 发了邀请之后 他们各自去准备 他们想说的话 他们的内容 所以大家也一样 我觉得这个独立的思考能力 独立的分析能力 非常重要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跟风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成年人应该有的 一种素质和修养 好了 各位朋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请一定要给我们五个人 一个一键三连 这期节目如果不火 天理难容 请给我们这些真正喜欢艺术 喜欢摄影 认真做内容的人 一点鼓励和支持 谢谢大家 好了各位朋友 这里是天天club 我是必战局 游戏友师 天空上你们的天天 回见了您呗 这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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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起 重新开始 好 等一下 按机 好 再开始 那这篇文章呢 呃 我也看了一下 啊 shit what the fuck 等一下 好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好 不要 不要 好 呃 这我说的有问题 这其中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什么呢 不用说小问题 哎呀 我说的有问题啊 不好意思 哈哈哈 我来重说一下不好意思啊 嗯 哎呦 关键是从来没有面对过镜头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